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Lem 频道 由今集开始,阿Lem就与大家分享另一个粤剧名领 她就是于素秋小姐 提起于素秋,相信有近年纪的影迷都一定不会陌生 于素秋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就是她主演过的武俠片,相当受到欢迎 风魔在香港都不知多少影迷观众 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她看她主演的武俠片 比较著名的武俠片,譬如《铁掌镇江南》 《神拳铁扇子》、《五毒白骨鞭》、《如来神掌》、《仙学神针》等等 这些武俠片都相当受到欢迎 于素秋本名叫于小圆 于1930年6月14日在北平出生 她的父亲就是京剧界有名的武俠片 于尖远 妈妈就是于善雄 就是唱功岑阶的老生 不说不知了 不说不知了 香港在香港很红的 譬如说成龙、红金宝、玄彪等人 自小就跟着于尖元就学武功 所以于素秋就可以说是她们的大师者 有一套电影叫做《七小福》 这套电影就是拍摄关于于尖元 和她那群徒弟仔 红金宝、成龙等以前的故事来的 相当卖座 年前当于尖元在美国逝世的时候 山落在各地的徒弟都赶着去美国奔丧 我见得大家都是有情有义的人 于素秋从小秉承这个庭婚 她爸爸就教她武艺 十三妹、翠平山等等 都是她拿手的武打戏 她妈妈就教她唱戏 就练成了她文武相传的好身手 在九岁那一年 于素秋已经开始在上海登台献祭了 她表演的打花鼓 就受到观众相当热烈的欢迎 大家都好喜欢看 也都因为她练就了一身好的武艺 于素秋的喜好 亦都是与众不同 她虽然是女仔 但是她的喜好就是喜欢骑马 亦都喜欢到山里面狩猎 有人就说 如果她早出生二百年 就一定会像花木兰或者梁鸿玉 那样 是一个桃花马上请长鹰的根角英雄 于素秋十六岁就重映 当时上海的皇后器院老板 张镜秀 就发现她不单是武艺高强 而且她还有镜头面 扮样貌都相当出送 因此邀请她主演两套电影 一套是《方刚旅合》 另一套是《双窗旅合》 没有想到这两部电影都相当卖座 就是由这两部电影开始 于素秋就开始了她的电影银海的生涯 之后大陆就战事发生 于素秋和她的家人就逃难 一路就来到香港 于素秋来到香港初期 就是拍摄国语片多的 她拍过的国语片 就有《温柔香》 《一丈青》 和《纵夏夜之暖》等等 但影迷最熟悉的 就是她和白云主演那一套白蛇转 这一套家传户晓的神怪爱情故事片 多年来都不知道被搬上舞台多少次了 但仍然是以《朱素秋》主演的这一套 最卖座 一年就拍了四集这么多 而且四集都这么卖座 其后于素秋就开始拍摄粤语片 由于粤语片的拍摄时间很短 通常一个月可以拍三至四部电影 所以相对来说 赚的钱就更加多 所以于是乎于素秋就转行不拍国语片 就改为拍粤语片 由于她是正统的刀马蛋出身 而且她又功夫了得 所以很快就在粤语片的市场走红 而且她主要是演一些武俠的粤语片 相当受到欢迎 于素秋当时的片酬相当高 以一九六一年为例 她每道片的片酬就围到港币八千元 如果以一年平均她拍五十部电影来计 即是乘一乘八千乘五十 即是一年拍片的收入 可以去到四十万港元 四十万港元在各个年代的香港 这个数字简直是天文数字 因此于素秋就成为影坛里面少有的妇婆 论声势一点都不输给另一个妇婆李丽华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于素秋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娘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于素秋的演艺人生 好 拜拜